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最近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美国发生的一些政治上的变动 特别是一些时事新闻 那么这期节目因为是会员节目 我们继续聊点深入的话题 把这个视角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来 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人的这些历史的知识非常的贫乏 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都是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 到了大学如果你真的不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人 你不会再读历史书了 所以说你的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时代 包括全世界的历史 你的认知范围都局限在那两三本 中国的人教版或者是其他版本的教科书上面 就是说你的知识的水平就停留在中学语文历史 或者政治的教科书上面 所以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除非你很喜欢历史 喜欢在其他的渠道获得一些历史的知识 或者听一些像袁腾飞 一中天 他们的讲座 他们的书 如果不是的话 绝大多数中国人 我想就是那个水准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历朝历代 他的出版的关于历史书 都是经过官方的编辑跟筛检的 更不要说过去各朝各代都是要焚书 都是要删减很多的内容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在中国国内所接触的这些书籍 也都是经过政治审核的 所以说你获得的知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说我们心里要知道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很多人的学说是汗牛冲动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就是流传到今天的 已经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了 基本上这是官方的一些整理 据估算在历史上 至少有10万种书籍是被最后焚毁的 被朝廷焚毁的 官方定义的历史 不管是四库学书也好 24时 我们一般会看到24时资质通界 实际上就已经是极小的一部分了 更何况这些东西我们还不看 我们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学历史小科书 那就更少了 那就更片面了 更狭窄了 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的说法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说法 我就一听到他们这种说法 我就知道他们没读过历史 不懂历史 因为很多事情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 很多的逻辑 实际上是不断的在重复的 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根弦 要知道历史上很多东西 并不是真相 并不是真实的 我们要去分析它背后 为什么要这么说 或者是涂抹成这个形象 这背后很多是有原因的 是有他们本身的政治目的 或其他的目的 但是我们读西方历史 实际上这个情况就好得多 原因就在于西方 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政治实体的 他们互相是有制约的 互相是有印证的 就是说这个人这么说 但是其他的跟他们有交往的人 是另外一种说法 那你就可以猜得出 这个人这么说 是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是不是在扭曲历史 所以说在我们特别讲的欧洲史的时候 是不太容易去扭曲历史 当然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减少历史的单一性 和使得历史不会像中国这样 这么单一 就是完全是经过官方的层层审核下来的 这以上都是一个铺垫 我们今天就是来讲中国历史 我记得我上期节目其实提到了说 为什么中美必有一战 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 最终一定会有一个鱼丝网破 一定是做撕破脸的 他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的一个随静状态 原因就是在于中国本身体制和过去 这个是有挂钩的 跟历史是有映照的 那么我们要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国家的形成 我们就会了解现在的 我们看到的地缘政治的变化 能够更清晰的去认知 那么我们这期的读书节目 介绍的这本书 是在美国任教的华裔教授 王菲林写的一本书 他曾经在美国空军学院 和美国西点军校任职 现在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教授 他出的这本书叫做中华秩序 副标题叫做 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这个是英文版 台湾有翻译成中文的 他这个封面上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做中国为何短期会强大 但长期却脆弱 不堪一击 我想很多读历史的人 都有这种疑问 为什么美朝美代 最后再强大的国家 最后都是崩溃 崩溃之后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 然后不停的轮回 轮回到今天 这个轮回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我们就要从头来讲 我们当然这个节目里面 会把这本书完全的简化 大家如果感兴趣 这里面讲到一些理论 背后是有一些数据的 一些资料的支撑的 如果大家想去看这些资料 这些数据 直接读这本书就好了 现在网上有电子版 好像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 我买的是电子版 是在台湾的博客来的网站上买的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购买电子书 我觉得是值得好好的读的 那么这本书给我们捋清了一个思路 我们先讲什么是中国 中国这个词如果拆开的话 就是中国对吧 中是什么东西 中央对吧 中间 中央不仅是有个地理范围的中央 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像这种党中央 国家的中央 这样的一个中央枢纽的 这么一个感觉 这是一个力量的源泉 力量的一个最高点 所以说它就有两种含有一个地理的 一个是权力的 那么讲到中央 首先得有一个范围 什么的中央 对不对 那么中国实际上就指的是 已知世界的中央之国 就叫中国 当然英文有时候会翻译成Middle Kingdom 中间的王国 实际上这个也是有点片面了 中国这个词本身它就是 已知世界的中央之国 而这个已知世界什么东西呢 已知世界就是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地方 我们的权力能够到达的地方 就是已知世界 我们已经知道的 并且我们能够站在那边的 能够得着的这个世界 这些都算作这个范围之内的 然后中国是它其中的中央之国 天朝上国 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 后面很多东西都可以很好的 通过这个方面来解释了 我们一会儿留个悬念 那么我们再看 说中国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 或者中原地区 过去讲的是中原地区 说白了就是东亚大陆 这片地方的一个地理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东边 东南全部沿海的 当你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 这基本上就是你出不去的 然后往西边走 再远了就是沙漠 就是高原 所以说我们如果看世界地图 这片地方 东亚大陆 实际上是因为地理的条件 所限制 而被孤立和绝缘的一片地方 它都够不着另外的世界 所以说它就会被局限在中原地区了 而我们看古代的历史上 很多的不管是技术还是物资 都是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这个地区 比如说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棉花 小麦 西瓜 葡萄 什么胡萝卜 玉米 番茄 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吃的很普遍的东西 理所当然的东西 全部都是西方输入的产物 再看中原地区有什么特点 它不像欧洲有个地中海 所以说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它是缺乏一个天然的屏障的 所以说你任何的一个部落也好 政治实体也好 国家也好 你很难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竞争状态 就是说 它总是会有一个强权崛起之后 可以把其他的地方全部吞并 这种长期处在竞争状态的各个国家 是难以长久生存和共存的 这个是这个地方的特点 那么最后导致的实际上 并不光是一个政治现实 也是一种心态和观念 什么观念 就是大一统 这个大一统 我之前也讲过 形成的这什么 是世界帝国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要形成一个国家 只能统一 不能分裂 这种思想是由于地理条件影响的 而且由于每一朝每一代 经常都是出现 把这片地方要统一的 这种政治的驱动力 或者是推动力 所以导致大家都认为 统一是好的 分裂是不好的 并不是说分裂是坏的 这个统一就是好的 而是在历史上 分裂的状态 最后总是要统一起来的 当然统一最后还是要分裂的 这就分分合合 就在这种不停的分分合合的过程中 所以导致了一个 就是每一次分合 都是生灵突炭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即使是我们都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统一了 对吧 除了台湾以外 但是中原地区也好 或者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 它实际上在民族 在文化 在语言 在宗教的多样性 都有所保留 就是因为分分合合 也就是说这个地区 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就导致了 民族文化 语言 宗教等各方面 实际上是有多样性的 有点像欧洲大陆 那么在过去这几千年当中 最好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黄金时代是什么时代 恰恰就不是大一统的时代 作者认为 历史上有两个黄金时代 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另外一个就是在宋朝 另外还有一个黄金时期 也可以加进去 是在19世纪之后 这个所谓的中华秩序崩溃之后 就是这个大清帝国倒台之后 民国出现 这个中国开始进入 近代化 现代化 这个行列 这个是一段时期 这个我们下期会讲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谈一谈 这个秦国了 因为很多这个西方人 对中国的认知 就是大秦 甚至有人认为 这个秦这个词 就是China的来源 当然了 这个说法也 现在无法证实 那么我们先看 先秦时期 就是秦大一统之前的 这个片土地上边 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 对吧 互相的这个制衡 互相的竞争 互相的共存 实际上那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 非常的繁荣 这个经济上面 制住上面 技术上面 思想上面 就是空前的繁荣和昌盛 那么这个体制 叫什么体制呢 就是多国竞争体制 像欧洲这样 而且这个体制 还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虽然有战争 因为就不同的国家 存在 它是有战争的 但是这些战争 都是区域性战争 它不是一个全面性战争 像某个朝代垮台之后 是全面性战争 这个是什么 是区域性的战争 而且它的规模很小 而且每次战争都很短暂 最后导致就是破坏历 是比较低的 而且这种小规模战争 实际上也促进了 各个国家的改革 促进了社会的变革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秦国崛起之后 统一了整个已知世界 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 就是中国进入了这种 中华秩序的轮回当中 这种大一统的轮回当中 最后每次轮回 大家都知道 战争的强固 广度 破坏度 包括死亡的人数 都大大的增加了 更不要说百家争鸣 那种舆论的空间 人们的这种自由度 都大大的缩减了 所以说什么叫中华秩序呢 按照作者的说法 这是叫秦汉政体 秦国跟汉国 形成的政体 然后不停的延续 有三个阶段 三次的中华秩序 一个是秦汉 一个是隋唐 一个是袁明清 秦汉确立了中华秩序 秦汉政体 然后到了隋唐 把它巩固完善 到了袁明清 完全固化 当然后边我们都知道 中华秩序带给我们的结果 就是我们被西方 远远的甩在了后边 中华秩序的理念是什么 按照作者的话说 中华秩序实际上是 人为设计和努力的结果 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它是要需要持续的 使用优势的武力 然后并且使用 欺瞒的勾心斗角的权术 阴谋诡计 还有一些侥幸的机会 有这些条件 最后形成了中华秩序 而且不断的延续到今天 这种中华秩序 实际上就是威权政体 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 一个变种 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名词 中国化的名词 叫做威权主义跟极权主义 那么它有时两个特点 作者总结两个特点 当然还不全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特点 也能说明很多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 这个政体一定要树立 内部跟外部的敌人 所以说内部一定是压榨的 一定是集权的 一定是这种 高压统治的 因为它内部是有敌人的 随时觉得你是在颠覆我 你是在试图颠覆国家的政权 所以说你要消灭内部敌人 同时它要树立一个外部敌人 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都会 凝聚在党中央 或者是凝聚在皇上最高的权威身边 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树立敌人的 树立标靶的 第二个就是它要创造出一种宏大的理想 跟国家的使命出来 为什么要支持朝廷 因为朝廷要收复疆土 要统一中原 统一中华地区 今天中国也存在这两个特点 按照作者原话是怎么讲的 他说这样的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 他说在国内必定是仇视意见者的 仇视什么呢 仇视意见者差异性跟多样性 你不能有不同的说法 不能有跟党中央不一样的 不同的意见 否则的话你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是否定意见 否定不同的意见 否定差异 否定多样性 要采取独裁跟暴政 并且有这种一言堂 然后在国外 它一定是有扩张跟帝国主义性质的 刚才我讲到的 已知世界的中央之国 已知世界 我能够得到的 我的武力能够征服的地方 我都要征服 不管你说服尸土也好 还是把其他地方站过来也好 总之它是有一种军事扩张主义的 对内是镇压 对外是扩张 这里边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这个国家 这个政体 这个中华秩序 它不能够在国际上面 跟其他的国家 或者国家实体来做比较 它不能比较 所以说它不能比较 不能跟别人竞争 不能跟别人共存 因为一旦有比较了 一旦有这种竞争了 一旦是不同的各方 要共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个政体就会产生 极度的不安全感 大家可以想一想 可以带路一下 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 包括离我们最近的毛泽东时代 就是194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 难道不是这样吗 躲进小楼成一头 管他春夏与秋冬 你就盖起被子来 你在你的小世界里边 你就是称王称霸 感觉上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欧洲 不存在美洲 不存在非洲 就是天朝上国 我们大清国 就是天下 好像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是种自欺欺人 因为你够不到 而且你还打不过人家 所以说他就只能 最后是向自欺欺人的这种改变了 过去的这几千年历史 就是中华秩序的三个阶段 或者说三个层次 三次的中华秩序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秦汉 一个是隋唐 一个是袁明清 我们先看秦汉 当时的中华世界 这个世界是秦国已知的世界 基本上 他能够得着的世界 他都要征服 他要吞并六国 实际上什么呢 实际上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 统治全世界的成功案例 这种极权主义 统一了整个已知世界 当然是很恐怖的了 当然这个结果 当然是很惨的 人民生活也很惨的 我们都知道 过去张艺谋拍过《英雄》 对吧 最近还非常流行的 大秦妇电视剧 都是在鼓吹这种 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 这种大一统 那么大家都知道秦国是怎么统一的 他首先在国内 自己的国家是如何进行变革的 也是走极权主义 军国主义的路线 然后在整个的已知世界 他也要走军国主义 他不光是要奴役自己人 他要奴役所有人 奴役全世界的人 所以说秦国是通过奴役 本国人 全世界的人的这种方式 摧毁了所有的基层的组织 所有的道德伦理全部要消除 然后无限扩大了国家的力量 这样的话 秦国就变成虎狼之师了吗 他就可以战斗力很强了吗 他可以有这种资源的调动吗 有这种动员能力了吗 对吧 实际上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 跟军国主义的这种力量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秦的大一统带来的都是灾难 不光是他在前期扩张的过程 或者是壮大自己的过程 还是他吞并所有国家 进行大一统的战争的过程 还是他吞并完之后 统一之后的统治 都是在奴役人民 都是极权主义 都是对地区 对人民的伤害 最后到了他崩溃的时候 也是一个伤害 因为这种体制一定必然是崩溃的 一定是走不长的 他崩溃之后 大家知道战争 秦灭国的之后 整个中原地区 一片悲惨的景象 使得所有人深受其害 不光是那些被奴役的 被砍头的 或者是被秦国的国家的力量 镇压的那些人 也包括镇压他们那些人 最后他们也被项羽干掉了 也被刘邦干掉了 对吧 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下到底层的普通士兵 普通人老百姓 上到达官显贵 包括被商鞅杀掉的 这几百个家族 对吧 还有就是 到后来商人本人 对吧 商鞅本人也是被无马分尸的 然后后来李斯 对吧 这些赵高 这些给皇上出主意的这些大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他们最后不是也都是悲惨的结局吗 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极权主义的大一统的 这种思想带来的灾害 但是没办法 秦国大一统之后 打破这个案例 打破了这个历史 最后使得整个地区 未来的几千年 都是在这不停的重复 这个大汉这个国家 是刘邦建立的 这个大汉 他实现了一种 外儒内法的体制 就是说他本身还是法家 但是他用儒家做了一个包装 加强了一些社会规范 和一些价值上的观念 加上价值观了 他淡化了法家的机制 但是他利用了什么 利用我们都知道 一个社会最稳定的 小的共同有机体是什么 就是家庭 对吧 他利用了家庭 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把君臣的关系 跟父子的关系 相提并论 这样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固政权 所以说秦汉这两个时代 把中华秩序就给形成了 作者还用了一些篇幅 讲到了欧洲的同一时期的 罗马帝国 他的走向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 和大汉之后的欧洲 汉帝国崩溃之后 什么结果呢 对吧 最后中华秩序又恢复了 又恢复了 然后在隋唐又加强了 又稳固了 但是欧洲的罗马的倒台 罗马帝国的倒台之后 先不说罗马帝国本身 他就不是像秦国这样的一个 完全的大一统 这种极权统治 他本身也是有 带有强烈的封建体制的 更何况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整个欧洲 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封建时代 更不要说 他还有宗教的力量 在制衡国王的力量 这块不就说了 有机会再讲罗马帝国 总之到了隋唐时代 他就开始完善体制 比如说加入了科举制度 也可以强化这种秩序 并且继续的开疆拓土 我们都知道唐朝开疆拓土 一直跟阿拉伯帝国 打了一仗之后 他探测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界 就是说我能力有限 到这为止了 如果他打赢了对方 他还要继续扩张 只要他有能力 他是一定要统治全世界的 已知世界的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都讲了 东亚地区 他本身是一个挖地 我说的挖地 是因为他的技术跟资源方面 他是要源源不断的 从西方要输入的 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 去打到整个的欧洲 或者是统一全世界 没有这个能力 他有能力 他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然后我们就讲到了唐朝 唐朝特别是在圣唐的时候 是非常的繁荣的 当然首先第一 就是他是鲜卑政权 他并不是汉人的政权 他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内亚的一个政体 然后通过国际贸易 跟开明专制 他实现的繁荣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国际贸易 没有国际贸易 唐朝什么都不是 唐国什么都不是 这个时候实际上 中华秩序还不是完全像后来的 袁明清一样这样稳固下来 他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正是因为有这个缺陷 所以说他才能够这么繁荣 比如说这个机密制度 大家都知道 机密制度其实反映出的 就是封建制 他实际上是有这个封建制的残留的 比如说尊重一些地方地区 一些土司的自治的这种权利 所以说他才能够短暂的时期 非常的繁荣 但是同样的 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 也是最悲惨的朝代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到了晚唐 大唐帝国倒台的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悲惨的 造成的这种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达到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 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中华秩序的一个必然下场 只要有中华秩序 必然最后结果就是分裂 然后屠杀 饥荒 就是这样 然后整个断代断层 跟过去的那种繁荣完全断层 大家都在问说 为什么日本的一家企业 可以有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下来 欧洲的一家企业 有几百年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 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 为什么基本上找不到 什么几百年的企业 就是因为中国不停的要断层 不停的出现这种 朝代的轮替 轮回 最后我们再看中华秩序的定型 就是元明清 元明清 从元朝开始 元朝是蒙古人 通过大屠杀 然后统一了整个的 不光是东亚了 整个东亚 内亚 甚至西亚地区 全部统一了 这毫无疑问 他是实现了某种中华秩序 当然这是蒙古人干的事 我们按下不表 然后我们再看明代 明代是汉人的政权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 这有几个特点 就是第一 明朝的 明国的版图 是非常小的 但是它仍然属于中华秩序的一部分 这就为什么他有这种朝共的体制 建立这种朝共体制 就是为了维护 这个明朝 这个明代的朝廷的面子 实际上他给的钱要比他收到钱要多得多 同时这个时代也是非常的腐败 非常的残暴 非常的无能 那么他是东华秩序的话 我刚才讲到了 必然是对内的残暴 但对外呢 他对外应该是扩张 对不起 他扩张不了 没这个实力 所以说他有朝共体制 装个样子 买个面子 然后就是片板不得下海 对吧 也就是跟这世界要隔绝开来 导致这个结果就是发展停滞 那么人民 在明代生活的人们 当然是毫无尊严的 当官的也没有任何尊严 对吧 随时你可能会被朱元璋扒了皮 那么做倒台的时候 当然也是巨大的人道灾难 每个人都没有好日子 据说当时的人口损失超过40% 有8000万人是非正常死亡的 当然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 也是被满清给屠杀的 等于又重复了中华秩序 还是继续中华秩序 把中原地区当做了一个殖民地来对待 虽然皇帝还算是比较历经屠治的 但是那时候中国的衰落 被西方远远的抛在后边 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三次的中华秩序 这是在历史上发生的 然后我们再看作者特别提到了一个宋代 为什么要特别讲宋朝 大宋本身也是一个秦汉的政体 它也是遵循了中华秩序的 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挑出来 它有一些很不同的地方 我们先说相同的地方 它本身是秦汉政体 对吧 是中华秩序 它要对内当然是专制了 对外它是要扩张的 对吧 它同样是有这种建立世界帝国的制度的推动力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做出了政治妥协 这个大宋做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做出政治妥协 它放弃了大议统 虽然嘴上不愿意放弃 写出来不愿意放弃 但是实际上它放弃了 它同意了尊重现有的国际秩序 就是说美国家尊重双方的不同的边界 尊重不同的他们国家的制度 尊重你的人民 基本上就是尊重对方的主权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主权的概念 而且加强对外贸易 促进经济增长 让这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好日子 而不是无休止的征税 然后进行军事的征伐 然后大一统 打仗 民不聊生 不是这样 所以说宋朝 这个朝代是非常特殊的朝代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件 就是禅渊之盟 这个禅渊之盟是宋辽 这两个国家在1005年签订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以和平共处为目标 这个禅渊之盟的内容包括什么 包括承认双方的边界 然后承诺说我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 不要打仗 然后并且确立了我们各国家是平等地位的 然后宋队疗进行经济上的援助 另外就双方要开放口岸 进行交易 开放市场 甚至在这个协议里面 还有双方皇上发毒誓 我们要保持这个协议 绝对不破坏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 这个禅渊之盟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个地方的政权 终于摆脱了中华秩序 而且这个不光是像一般的那种权宜之计 一般的是说签个条约 像秦国跟很多的国家都签了协议 最后都不遵守吗 最后还是要大一统吗 要吞并你吗 这只是骗骗你 买点时间而已 实际上这个禅渊之盟确立的 这个是真正的国际条约 他不是一个诈骗 不是一个欺骗 不是这个阴谋诡计 而是他确立了真正的一个国际关系 当然这个在此之前 唐帝国也做过这个事情 只不过是跟吐波 在821年 就有个这个长庆的会盟 那个也是 算是这个维持了很多年的和平 当时在拉萨和大唐的首都长安 两个地方建立了石碑来确认这个会盟 确认这个条约 也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这个也是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不光是宋跟辽了 这个禅渊之盟后来隐身到 这片地方所有的国家 当时这片地方有三个政体 对吧 宋 辽 夏 这三个国家 互相他们签约 这个三个国家都是独立的 但是同时都是秦汉政体 都是这个中华秩序 都是这个秩序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相互签订条约 维持这么一个国际的关系 建立外交跟贸易的关系 这个是划时代的 至少禅渊之盟 它持续了一个世纪 保证了100年的和平跟稳定 当然也保证了 这个双方的繁荣 特别是宋的繁荣 一会我们会讲 最后这几个国家还是被灭国了 那么这个灭国也跟 背弃这个条约有关系 先是北宋在1125年 实际上他背叛了辽 跟金签约了 这个金本身 金辽是敌对国家 等于你背后摆了一道 那么最后结果就是 你的北宋跟辽都活不成 都被金干掉了 到了1214年 南宋又撕毁了一个条约 撕毁的是谁 撕毁了跟金的条约 宋金条约被撕毁了 因为他要跟蒙古去勾搭 他老想着要统一国家 要进行大一统 没准蒙古还能帮我进行大一统 对吧 最后导致了金国跟南宋 都被蒙古干掉了 所以说北宋南宋 这两个国家 实际上都先后背叛了 这个誓约 背叛了国际条约 背叛了这个国际秩序 而且他背后 我刚才讲了 他是有这种原始驱动力的 因为他是一个秦汉政体 他是一定要隐藏不住 他要收复失地也好 或者是统一全境也好的 这样的一个冲动 那么最后你统一不了 有人会帮你统一的 就像当年的国民党 非要统一全国 对吧 非要北伐 非要干掉其他的政治势力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你们谁都滚蛋 最后共产党来了 苏俄来了 所以说历史上 其实就重复发生过的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禅渊之盟 实际上是可以跟 今天的这个世界秩序 就是从欧洲起源的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 做一个对比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也叫西伐利亚合约 这个合约体系 树立了今天的国际秩序 跟国际法 它是当年的 在欧洲的一系列的宗教战争 包括这个三十年战争 这个天主教跟新教的三十年战争 以及西班牙跟赫兰的八十年战争 这之后 这个结束之后 有110个交战国 坐在一起 签订了一系列的合约 这个是历史上 划时代的一个合约 确立了相互尊重主权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主权概念是从这时候开始出现的 那么宋辽的禅元之盟 或者是宋辽夏 他们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 跟欧洲的西法利亚合约体系 去做个对比的话 实际上是有相似之处的 那么当然了 这里边有一些原因 造成了最后这个禅元体系 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而这个西法利亚合约 能够成为这个全世界的一个标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实际上 它本身就是有这种多元体系的 而且美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 所以说导致的结果就是 它是根据客观环境 客观现实的 它是有事实的先例的 所以说它只是把这些事实的先例 写在纸面上而已 而禅元之盟 它是没有一个客观条件的 这些国家没有把这个精神 这种合约精神给发扬光大 把它给加强 并且未来继续的修改 扩展并没有 不管怎么样 这个禅元之盟仍然是划时代的 在法律上面跟观念上边 以国际关系来取代帝国的大一统 以国际关系来取代帝国的大一统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国际关系 像欧洲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 而不是一个帝国统一所有权境 那么再看宋帝国本国内部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都知道 宋国是一个可以说 非常的开明的一个专制体制 然后他对这些官员也好 对老百姓也好 是非常的温和的 有人证的 行不上士大夫 对吧 那么原因其中之一 可能就是跟宋国本身 他不是大一统有关系 他本身就是因为受到了 其他国家的制约 他是其中一部分 而且他也为了平息大家对他无法获得天下的这样的一个批评 他为了能够平息这样的批评 所以对大家都特别的温柔 因为皇帝觉得可能心里有愧 我无法统一 我只是偏安易于 所以说我还不能对你好点吗 作者也没说到一点 就是你还可以对比 对吧 这几国家都是互相交流 互相有贸易的往来 对吧 人员流动也是自由的流动 那么国与国之间也会做对比 这国家对人民这么差 别的国家对人民这么好 对吧 那是不是有这种落差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也是可能其中一个原因 至少对宋国来讲 对大宋来讲 他仍然是个秦汉政体 他仍然有中华秩序的影子 所以他仍然要实现中华秩序 就会认为禅渊之盟 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是一种背叛 甚至是一种丧权辱国 这是一种耻辱 所以说中华秩序并没有在宋国消失 最后这个秩序还是要复兴 最后导致就是整个国家被灭亡 但不管怎么样 宋代的成就 那是辉煌的 对吧 在经贸的发展 在科技进步 在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文化的繁荣 这都是在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比如说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宋国 不管是北宋南宋 它是中国历史上很少数的 没有内部叛乱的 没有军事政变的国家 人均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这个数字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 当时首都开封的一个劳工的年收入 核算购买粮食的能力 核算到今天的数字是3200美元 这个相当于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GDP 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比例的话 宋国当时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比如宋国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非常发达 不像过去和后来重农一伤 而是它大力的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当时的人民的税率实际上是很低的 负担很轻的 但是即使如此 每年政府的收入比后来的明帝国最高峰的时候 还多10倍 而且它的工商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国家的税收的35% 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了 等于是非农经济也是空前的繁荣 最加上它是对外贸易非常的频繁 它的外贸的关税也占到了国家收入的10% 跟50多个国家交易300多种以上的商品 更不要说在诗词 书法 绘画 文学 这都是顶峰 而且技术也是空前的进步 所谓的四大发明 虽然这是有争议的 以后我们会讲 这四大发明有两大发明是在宋代 还有就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 最早使用石油 最早使用机械的设备 还有对人体进行医学解剖 这都是在宋代 在当时的首都开封 已经有一百多万居民 是使用煤炭做燃料的 这个比欧洲已经早了好几个世纪 我们都知道 从13世纪开始 基本上从明代开始 中国在对全世界的 现代文明或近代文明的贡献 就基本等于零了 就没有了 在此之前最辉煌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宋代 当然再往前推 还有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很可惜宋帝国之后 就是中华秩序再次恢复 他就注定了中国不会出现 像欧洲这样的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 都没有 不会出现任何的科技的创新 所以不管是春秋战国的 百家争民也好 还是宋国的 实现的地区的国际秩序 这都是最繁荣的 最黄金的时期 而这些时期 都是中华秩序 缺失跟弱化的时期 大集统的中华秩序 在它缺失跟弱化的时期 才是国家的经济 飞速发展的时期 人民的思想 空前的自由的时期 社会的繁荣度 空前的爆发的时期 都是在中华秩序 这种强权正体 缺失跟弱化的时期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把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 给讲一下 后半部分 我们继续的来讲中华秩序 它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以及后面我们讲到 跟我们切身比较近的时期 就是后来的 所谓的百年国耻 它到底是不是国耻 它是国耻 还是中华秩序崩溃之后的 一个进步时期 还有就是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 它是不是恢复了中华秩序 使得这个国家 在此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繁荣 突然往后倒退了 一个大退步 还有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外交政策 它的秦汉的政体 它的天下的一统的革命观 和现在的世界秩序 就是西法利亚体系之间的一个冲突 这也是可以讲到了 今天的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个根本 那么这些内容 我们下期的会员节目再来讲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会员 来收看我这个读书节目 每期介绍一本好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